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還有一個網友 我剛才看到他就說他弟弟中了一招 跟他80歲的母親一起住 但是他80歲的母親只打了一針 這些沒辦法就做足防疫措施 戴口罩就有什麼辦法 現在才打 我知道與他無關的 有些老人家不打針是信了動防的 沒有辦法的 是信了動防的 這個是香港的通病 我認識很多老人家 都是信了動防不去打針 現在每個人都打了一針 你打針嚴格來說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打了一針是沒有用的 你打兩針才算是有用的 對付Omicron 去年已經叫大家打針 結果拖拖拖拖 每個人都相信動防不相信我們 然後動防又說這個不用怕的 Omicron也是輕症而已 輕症? 你們這些老人家現在走了多少? 沒有打針的人走了多少? 你自己想想吧 很多 有時候聽到都會生氣 聽到這些消息 你們全部攬炒了 沒有抗疫意識 只有抗疫意識 我們這邊新西蘭的感染數 目前來說 可以說得上跟香港的叮噹碼頭 但是死亡人數昨天的數字是零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嗎? 就是因為打針了 一早就說了就要打針了 現在是日死人 香港為什麼會日死人呢?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人沒有打針 現在香港的情況應該內地大肆宣傳 死亡人數是為什麼 就是沒有打針 如果你們每個人都打針了 哪會有事? 現在我們這些數字都不太報出來 多少人打了 加強針的人已經不報了 為什麼呢? 不用報了 因為現在能夠打加強針的人 已經過半打了加強針 不打自己的情況 已經不管了 其實疫苗已經很有效 其實疫苗已經很有效 有些議員還在說 說說疫苗效用成二 說什麼呢? 你那些議員 不要經常只顧著想想怎麼做事 想想怎麼搞政府 看看事實 看看國際新聞 不同國家抗疫的問題和政策是怎樣 如果你是做議員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參考一下呢? 都要主動 沒有的 他們沒有的 只能夠說一群9X 廢物 忠誠的廢物 其實不忠誠的 他是忠誠於某些人 但不是忠誠於中央政府 不是忠誠於特區政府 真是生氣得不得了 看到這個情況 如果未打針的 又染了疫苗 即是有家人染了疫苗 其實最好 當然是 能夠 將沒有染疫的人搬去 另一個沒有染疫的親戚住 當然是 這是有可能可行的 但是 問題是 你這樣做的話 也有可能將染疫風險 帶給另一個沒有染疫的親戚 所以 其實最好的方法 就是 你想好所有事情之後 最好的方法 就是 大家一起留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 全部人都要做足安全措施 即是在家裡都要戴口罩 吃飯就分開吃 廁所用完就消毒 徹底消毒 接著 喝水的地方都要分開 喝水吃東西的地方全部隔開 即是你脫口罩的時候 就不要兩個人一起脫 這些抗疫意識是要有的 即是抗疫意識就有很多 香港人 抗疫意識就真的沒什麼 真的大問題 那麼 空威師就說沒有病 根本就不應該去醫院 現在小病都不應該去醫院 即是小小事不要去醫院 除非 你呼吸不暢 胸口痛 即是那些 就一定要馬上去急症室 但是 如果你只留下鼻水那些 就不要去醫院了 即是去診所都可以 因為醫院局有些診所去看病 但是 你 約不約到時間 這個當然是會難的 Toracef 說 香港做省工太多 這班人 手庭口庭很麻煩 結果就是攬炒 其實 這就是香港社會的結構 跟內地不一樣 本身都跟內地不同 其實是 的丁又說 講輕症的害死人 他們那班人是壞到不得了 坦白說 你打了疫苗就是輕症 你沒有打疫苗 哪是輕症呢 其實很多人 一早都在講完這些事情 是混淆視聽的 又說跟病毒共存 什麼什麼什麼 哪有條件跟病毒共存 你的疫苗接種這麼低 怎麼跟病毒共存 都傻傻的 蕭特珊就說 鍾南山院士都說 打疫苗很有效 不打又不聽 有事就罵 政府是一早頒了疫苗回來的 最初的時候 你們說怕 好了 然後很多人打了 又可以抽一間房子 是不是 可以抽一間房子 都不打 我的命比那間房子 你的命比那間房子 你的命比那間房子 就去打疫苗 傻丫 是不是 神經病 真的傻丫 蕭特珊 我每天都被人罵 已經慣了 駁嘴無謂 當然 如果你在那裡做的話 你當然不能罵人 問題就是 就算醫生罵人 我也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事實就是 Johnson Cito就說 員工請假 通常被他先放了 沒有醫生子 就當時假無薪 後補醫生子 就算病假 四薪金 其實你一開始 現在就先當他是病假 等他請完 然後就讓他放無薪 事實上 事實上是 是啊 一早就 真的不太好 真的 好了 Toy Lance說 我有個香港朋友 他和父母都打了第三針 都沒事 不過他阿爺 在安律院中了二月過了身 阿叔一家都中了 我朋友做文職 但是他老闆要他 一個星期回六日公司 完全不讓他在家工作 這不是香港的問題 其實之前我們也說過 你們那些人 現在快快去去 讓人家工作 從家 我有沒有說到 一個月前 我們已經在節目中說 叫人用 不要再搞那些 插伺服器 放在辦公室 叫人回去工作 快快去去 做辦公室 365 台藥有沒有這樣說 應該有一節 有一節我們已經說了 轉做cloud 是的 叫他們轉做cloud 什麼時候 疫情沒有那麼嚴重 如果他們馬上做 你現在都不用 在那裡爭辯 事價什麼什麼 就讓人家工作 對不對 然後那一節節目有人罵 什麼用人不移 疑人不用 你殺岗 那一節有人罵我們 不是開玩笑 真的 殺岗 是啊 不是開玩笑 那些混蛋 香港就是這樣 你們現在喜歡玩 你們成功了 真的有得了 看到這些事情 你不是傻 社會氣氛造成 永遠都是覺得 你坐在公司 坐在公司就是做事 在家裏做 就不是做公司的 就是在那裡打機 老實說 別人在其他地方 別人在其他地方 兩年work from home 混蛋 其實我們兩年前已經說過 有一節節目 全球在家工作 新時代來臨 芒向產經 兩年前已經說過 兩年前已經說過 那一節節目 是芒向編輯部 叫做200212D 兩年前已經說過 好了 早一個月 我們都叫一些人用 你用 Office 365 就是用微軟那個 不要再搞那些 抹擦伺服器 你搞伺服器 自己按摩 那些人用微軟的 你們這些商界 現在都是這樣說 到現在都是叫人回 民職回六天 你們是神經病的 你們是神經病的 為什麼民職都要回六天 還回去 是 我心裡是神經病的 你們這些 真是 看到眼淵了 人家政府在家工作 又說 又罵政府說 政府的那些人不做事 你老闆 你那些 你那些 你那些做什麼 打你老母 真的 有時候 真的不想罵人 真是 可不得 例子 Judy Kye Lee 就是老闆覺得 員工 Work from home 是會打機的 最強的例子 就是哈佬華 正哈佬來的 哈佬中的哈佬 你跟他賺錢嗎 你跟他賺錢就這樣 他覺得見不到你 就覺得你不是做事 混蛋了 這些真是 衰得不得了 Helena Leung就說 又不是每天出薪 醫生只在出糧前 補償給人士報 就可以了 就是了 如果不是 政府先走 大工程 然後做 這個是事實 所以 最初是這樣的 一定是政府先做了 然後 就是幫政府做的那些公司 一定會是 Work from home 然後 就是其他公司 都會Work from home 其實那個做法 就一定是這樣的 省目的大公司 而且更主動 更早 政府帶頭 唉 這種公司很少 在世上 說真的 台洋可能 那時候沒有踢翻 那次節目 我也找不到 如果不是 OFICE 365 其實應該是 Tag 了 其實那次節目 我找不回 如果Tag 了 就應該找得回 不過算了 可能 有時候 我們自己做事 都會有些 甩漏的 那 那 那 Silter Town 就說 日本 這麼工作狂的社會 政府一發布緊急宣言 社會大小企業 市井小小店 都轉成交替出勤 在家辦公模式 某些人說 家鄉好 為什麼不學 奇怪 學些壞事 在內地 又是一樣 你們這些 又說要 這些不學 這些不學內地 好東西是不學的 學些壞事 有時候看到就生氣了 人家真的齊心抗疫 你們這些壞蛋 就是決心抗疫 根本就好 Jack Scaram就說 因為香港太多刁民 不用腦想事才搞到今天這樣的局面 真是民主低著未算低 文字低處未算低 收圈娘就說 我們外勤工作 寫字樓都經常說 我們偷懶 吃屎吧 他都沒有做過外面的工作 你叫他做吧 其實我都做過西南部 我都做過西南部 我都做過西南部 你出西 那些時間就很西 那些時間很快就沒有了 很快 駕駛車一回 沒有了兩個小時 是沒有了時間 其實他們不算 他們最賤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這麼貴 做辦公室那些人 我不知道 吃飯吃兩小時 這裡會吃飯吃兩小時 吃他老尾什麼 吃兩個字就有 在外面工作 你做不完 怎麼回去 是不是 是不是 當然有些人會蛇王 有些混蛋 躲在橋底睡覺 有些混蛋 是這樣的 但是 你不能當全部人都是這麼混蛋 是不是 躲在橋底睡覺 我自己也見過 但是為什麼他躲在橋底睡覺 因為他昨晚就出去整晚 他很累了 沒有辦法 很危險 整晚不是出去玩 是出去做 又是工作 是同一間公司 是同一條合約 有時候爆了 晚上要出去 其實說真的 你做這個 這個企業的人 你先體諒一下前線 你老尾 前線出去做事的人 或者在家裡做事的人 他不是 每個人都會出去逛街 這麼壞 其實 那個怨氣就是這樣來的 你當別人是賊 別人就是我 你當我是賊 我就拆給你看 所以 麻煩 你缺乏信任的結果 那好吧 Candy Wong 她AOL 就不呼籲打針 因為動防反疫苗 他們要跟方向引致 而且選民 大多是信動防的 所以就投告 只要罵政府官員 就是最正確 金主選民都開心 就是這樣 Like Ricky說 睡覺也是在橋底 難道橋面都貪了 他回到橋底 就是因為 GPS會檢查到的 如果你放在橋底 其實橋底也檢查到 不過橋底 我就說要泊車 我去了做事 可以這樣而已 其實就是 所以很麻煩 那 Kimura Conney 就說日本病假 就不用醫生子 因為用大假 就可以了 你病 就打電話 上班 說不上班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都是 進步了 香港是越來越差 我只能說 情況是 Toracef就說 香港很多老闆 當員工是勞工 不是手足 那些人 他們說 上次 香港在家工作 真的很多人去了 游山換水 那這些 又是混蛋 那些人 所以 其實是雙向 所以就是說 這些是雙向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是雙向 在家工作的人 不要緊 你出去買些東西 譬如你 趁非凡忙時間 去買些東西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不可能 你叫人坐在電腦面前 連續做八、九個小時 其實是不行的 不過 那個問題就是 你香港那些人 游山換水 就真的太過分了 汪祖祖說 朋友的媽媽是長期病患 上半年入醫院 在ICU監護 那 沒辦法 如果是這樣 這個情況難搞 那汪祖祖說 她怎麼說呢 她說 她媽媽上月24日中了新冠 已經上報 政府衛生署 她已經打了三針 症狀輕 媽媽 打兩針就發燒 到昨天 但是衛生署 到現在還沒有跟進 政府十四間門廠 電話又打不通 症狀 現在在家裡不停吃退消藥 吃藥時退消 藥歷過就再發燒 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呢 其實你是要帶她去看一看醫生 如果她 即是 吃了 3、4天退消藥 因為現在你說的24日 如果她吃了三四天 退消藥的話 還是 即是 吃藥的時候 退消其他時候 又發果 其實已經要去看醫生 現在是要去她們的悶診 難道都要去的 沒辦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現在是嚴重的 那如果 媽媽是長期病患 上半年入醫院 ICU 監護 現在就是 她之前是去過ICU 現在出來了 即是她其他身體是有問題 那這個情況 你是一定要找醫生 即是這個情況 汪租祖 那 Green Dogs House Germany 都很同意 我們在各方面的分析 所以個人對香港抗疫有點悲觀 其實很可惜 現狀就類似疫情初期沒有疫苗的時候 在爆疫國家首當其衷 身子弱的人 都擔心加緊防疫措施之後 會出現更多社會不平靜 祝福香港 其實他們那幫人 已經是抗疫成功的 我跟你們說 現在是很嚴重的 Toracef就說 行山銀行事件 如果他們 已經做了事情出去 那我就覺得 沒問題 但是 如果他自己的工作 不做 射出去 那其實 發現了 這些人是可以去炒 這些人是可以做的 這些人是 那 Seveny Wong說 香港很多中小的工作流程 還在用大量人手和紙張 很難 Work from home 只是用Office 365 都幫不了多少 那 那個情況 其實疫情 在香港一直都不算嚴重 所以很多人沒有改動 那個工作流程 其實是一個問題 因為 2020年已經封過一次成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企業 是會用紙的 其實是 不是完全不用 當然 寄封信那些都要用紙 內部的流程 用紙其實是很少的 在外國其實是 就算 我幫客人做事 他們幾年前 已經幫那些 做site work的人 是裝iPad在車上的 是幾年前已經開始這樣了 幾年前 最初當然 用Laptop 有些人都會繼續用紙 為什麼呢 因為Laptop看圖 就不是很方便 但是用iPad 它可以用手指 抹大那張圖來看 其實 就已經簡單了很多 而且 市場界面 已經是 很親切的 User Friend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這些 有些 根本應該是 一早改變的 有些事情 現在改變 不是不行 現在也要想一下 因為現在不會是 這個病毒 完了之後 疫情又會沒有了 因為很可能 又會有第二種病毒出現 因為現在全球變暖 這些風險是 增強了 大家都要記住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然後 Chloe 就說 我已經很久沒有用紙 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用紙 我也是 我很久沒有用過 是啊 空威師 現在最慘 就是一旦確診 感覺是求醫無門 心中的焦慮 可惜 這個我們都理解 但是 要解決了一個問題 就是 你說先 一般確診輕症 都是 吃退燒藥 Panadol 之類的藥物 然後多點睡覺 休息 喝水 那就會自然好的 除非你是要有些不行 你才要靠白車 但是你明白一件事 就是 如果 確診的話 是求醫無門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做足安措施 盡量避免確診 是不是 是啊 所以不可以做一些行為 是去抗疫的 現在有一幫人做些事情 就去抗疫 在抗疫 好了 Fanny Wong 我相信 不是大部分的僱主 是這樣 我兒子 初七 已經在家工作到現在 小兒子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是化驗工作 所以一定要回公司 但是他也拿了大假 昨天上班 已經有很多同事 他昨晚也要加到8點多 他回家 我好像一像一樣 要他全身消毒 但是疫情很快 希望 在明天 努力 其實是走多一步 你看Fanny Wong 這個網友 就做得好 做完工回來 就消毒 是不是 你盡量減低傳播風險 你盡量減低 你確診的機會 就降低 是不是 不是 完全沒有機會 減低的機會 對大家 你盡量減低 你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去減低 大家染疫的機會 這是要做的 先說清楚 好了 Joyal Lee 說 恆生有8千多至1萬元 那不能用一個案例來判定 我是這樣說的 這些只是少數人而已 凶威師說 如果不行 就打999 補充一些病 你說事實不重要 因為現在 如果很重的情況 就是朋友 他媽媽的情況 之前進去醫院 他退不消 其實 可以去找醫生 或者打999 都不是濫用的了 就是我操淺的看法就是 凶威師說 做好措施避免確診 不檢測 當然不是 你又亂來 凶威師 整天都是這樣 不檢測就不會確診 有用嗎 你這樣說 我們有解釋 你盡量出門口 要做足安全措施 回家 變成一個潔淨的空間 門口就畫一個方格 那些髒東西全部放在門口 燒完毒才進去 對 對 唉 真的 有時候真的生氣得不得了 Eve Lee說 不是求醫門 政府開了14間診所 給確診病人 那麼 辛苦一點也要去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給確診病人 都沒有辦法了 現在是有診所的 當然你說電話打不通 你不要覺得電話打不通 你自己親身去 我覺得早一點去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 因為你打電話 你打得通的機會是低的 我也要說 因為他的診所開放時間 就是早上9點 你早一點去到等下 我覺得就容易搞 但是他說診所 是要電話預約的 現在就是 你不通的話 你唯有多試幾間 是沒有辦法的 他現在說了是有難度的 我是理解的 現在大家 如果那個病是急的 你也沒有辦法 還是要999 好可憐 啊